内湖区公所今天上午举行创业小吃课程学习成果站 参加结业室的成员都是来自各国的新移民 他们展现学习成果也借着美食融入社区生活 30多位头戴厨师帽的学员 风光从民政局黄与锦茹局长领下结业证书 这些来自中国大陆、越南、泰国、印尼等多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朋友 在11月份参加由内湖区公所开办的创业小吃班课程 如今期满举办结业典礼 内湖区长、各里里长也都前来为他们祝贺 各位的美食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来品头论主一班 让我们新移民的分论课程的成果 能够一次一次比更有改善 一次比一次进步 威胁助新移民朋友适应台湾社会 内湖区公所开办新移民烹调研习班 学员利用上课时间相互切磋厨艺 也会把家乡特色的烹调方式融入课程当中 创造出绝妙的好滋味 台湾菜比较油 我们这边菜大部分都用煮的这样子 没什么油 都用那种椰浆的那种 比较香比较不油 被老公的鼓励 老公的爱 然后老公就说可以啊 分享嘛 就可以弄这样子 那老公每次都让他接受好吃 根据民政局的统计 目前北市共有五万多名的新住民 内湖区则占多数 目前在内湖区公所的协助下 新一名朋友借着美食参与联姻活动 也加快这群新住民融入社区生活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在阅这边来说呢